WILLSON 玩具季 大家好, 歡迎回到WILLSON 玩具季的時間 為什麼這麼突然說我眼前的宇宙騎士呢? 話說上次開了一隻千直鏈的 R1 SRX R1 又不是完全覺得不好 但你也算是頗有意見 雖然有多做得不足的地方 都是因為計算價錢 經過一番的沉澱 其實價錢又不算誇張 只不過你想想它還有R2和R3 還有RGun 加起來就很貴了 平時千直鏈大概是1100-1200元一隻 其實你說是不是很貴呢? 如果你說它合金含量 即是你很在乎合金含量的話 可能你會覺得它貴 但大家不要忘記 有時不要只拿它是鐵還是膠 去判斷貴不貴 因為鐵今時今日不值多少錢 就算多多兩塊的爛鐵 其實都不是影響價錢很多 那它的真正值錢的地方應該要是在設計上 那不只是包括外形是否漂亮 這個設計上 也都包括很多它 譬如是否容易玩爛 因為它是玩具 它不單純是一個立像 那它包括它的可動 造型當然包括了 即是它的可動性能 是否容易玩爛之類的 很多很多不同的元素 包起來才是去評論它 值不值價錢的一個要素 它的Category 那今次 為何會說這個宇宙騎士呢? 話說那次訂完R1 其實大家有看過我 這個Modeloi 這個Good Smile的模型 其實它們也有很多款 跟千值連合作 如果單純算外形 其實我便會買千值連的東西 一向都 只不過有時候 之前未去沉澱 去平衡到自己 對它們的價錢上的 一個小小的迷思 所以就一直都沒什麼出手 但是呢 我就想想一下 看到它又出這個Blaster的 Tekaman Blade 即它這隻的強化版 那我就手痕了 訂了那隻 那我又 再手痕些 就將它兩兄弟 就首先入手 想著去看一看 這個宇宙騎士 這個系列的質素如何 那就 但是其實我這次也都 我不是真的 不是特意想踩千值連 但我這次是中了Z 我稍後就跟大家說一說 問題在哪 是我單純不幸的 那我就 我亦都 廢鬼事找它們去解決 因為我都不知道怎樣解決 除此之外 今次也多謝 支援老闆借出自己的私人收藏 包括一個 雖然中國出產 但是就 拿足版權的一個合金 都是前期營 這裏我今次 今次全部都是前期營的D Boy 另外 有一個是雲規 這裏我以前也有 曾經有上入手過的 這裏是雲規 這裏最棒的地方 當然是有Pegas 這裏這麼多款 只有他可以做Pegas 都會和大家看賣 其實我都覺得千值連 應該出賣Pegas 反正也是 這麼多產品 這麼多年 只有這裏是雲規 比較近年的來說 雲規這裏是09年 近代的產品 很少出Pegas 很多都只是出本體 比較可惜 另外還有一個 他也順便借開 就借給我 他有一隻 叫做Hero Action Figure Mini 一個比較便宜的玩具 他都忘記了多少錢 這些是他私人珍藏 因為他一聽到我 想拍這個Blade 其實他也很大愛 這隻東西 所以就借給我 把家當拿出來 那就是便宜的東西 應該他印象是百多元 好像八多二百元 就像最近 香港公司出的Action Toys 那些大帽士 V型電磁盒 類似是那種價位 Action Toys 題外話 遲些也有機會和大家分享 一隻大帽士 因為最近入手了 事不宜遲 入一入正題 今天的主角 都是要先說千值年 好了 首先今天的主角 始終都是千值年 一次過 兩兄弟一起入手 兩個都是千多元 一隻就 如果以現在 說到好像很便宜 但其實正常 現在賣的成品 如果是質素OK 怎麼都要求一千這些價錢 說真的 他一千多元 頂著千值年 當然 他們的造型 我都真的喜歡 說真的 真心喜歡 剛才說起 我又說我中套 中了什麼套 呢 其實 這次有一個 比較大的 我想救命的東西 就是他的耳朵 他耳朵 其實是要自己組裝的 這次 不知有多少產品 他耳朵 兩塊 可以脫掉 不如說我中了什麼套 都不需要賣關子 就是他給了兩隻 左邊耳朵 哈哈 這邊是對的 這邊是錯的 但是 你可以看到 位置上 好像多少有些奇怪 是不是 如果眼尼的朋友 看清楚一點 我給大家看清楚 你已經看到 左右有些少分別 其實他給了兩邊 左邊耳朵 我就硬砌下去 但是 但是本身 因為我最後 為什麼決定 免得 用他去保養 或是麻煩 呢 首先 他 其實就算左邊這邊 如果我不貼死他 其實我覺得 都是很鬆的 很容易 我在這裡擰 我右頭會擰 擰 三招八角 一定會困到東西 一擰即跌 沒辦法 所以我都是貼緊他的 然後 我搞得來 我免得拖 我又不知道要搞多久 我這邊都反正是 就是了 那我就把他的筍 削了少少 讓他可以入得到 那我就算了 左邊耳朵 我放在右邊 其實我不仔細看 都不算好 那當然 我給了一千多元 又搞這些東西 我 當然是不拒 說真的 一定有不滿 但是我也是一個好客人 我也免得煩 他又煩少些 我也免得煩 所以就算數了 又這樣搞 這個不算好顯眼就有他了 但不知道大家 在下面留言 你覺得我應不應該去處理 其實 但我又拿交稅癡癒 是不是也算了 不如 除此之外 其實就說真的 就沒什麼大不滿的 其實是真的這件事 我自己重設而已 我自己樣衰 運氣差而已 現在我簡單去看一看 那些可動 一些配件我很多 就是解釋給大家 算了 因為我今天始終有其他 要比較一下給大家看 我不想弄到那麼長 而且這東西 其實就不是剛剛出 我覺得 很多人已經知道他有什麼玩的了 你一眼看到 其實我配件都放出來 其實Ebillian Evil 這個弟弟 他的配件比較多 其實阿哥 即是主角D-boy 他的配件其實很簡潔 其實 說真的 我是很喜歡這種簡潔 我稍後就會告訴你 另外 剛才有一隻說 是大陸出的合金 他真的很多合金件 但他是很多水件 其實我是很怕這些東西的 他越少水件我越好 所以這次這隻 其實他這些 簡潔 外形 我覺得重要是 我剛才擺出來 那麼多隻 其實我最喜歡 都是千值年這個版本 除此之外 就再做一做一些可動 給大家看 所以我這次其實 是真的除了Z外 沒什麼特別的 首先 他兩匹 就是他們很標誌性的 格拉底毛 兩兄弟都有 這個格拉底毛 其實是類似塞的東西 千萬不要相信我是格拉底毛 那麼他就 動得 另外 手 先行禮 頭 頭就向上握 向下握 那麼他向下握 都可以 幅度都很大 都是一些 就算是波 兩個都 都是一個雙重關節 頸的上下都跟一個關節 但又是 又是 頸呢 因為這樣兩重關節的最不好處呢 又或者 其實他下面是不需要波 其實他下面那一節關節 其實我都經常都說 你下面那個關節寧願用一些 就這樣轉動的關節 那你就不會歪 現在的兩層應該都是波 轉動 至少是可以左右轉動的 那他就變了 有機會 頸有時會 不是對正前面 那個角度 有少少可能歪了一邊 好 看看肩膀 那應該 就這樣打開 就有波雷Taker 肩膀可動 就去到這樣 因為 頂頂地 我不頂都是這樣 去到這裡 我不想大力出棋 好 那摺 都除了頂甲之外 基本上對摺 那條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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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屈 就差不多是這樣 他沒什麼做的 好 可以抽整個關節出來的結構 那他向前屈 就去到這樣 其實已經夠了 說真的 再向前多一點 都沒什麼意思 其實這樣已經足夠 放一些很dynamic的 大動作姿勢 那向上咬呢 喂 好厲害 他這裡有連動 算是有連動 他會遮回這個洞 即是他這塊夾 可以有少少連動 遮回這個洞 好 腳 那他沒有裙甲 當然容易搞 對摺 兩重關節 咬 咬 咬腳 對 摺地性 摺地性能 OK啦 剛才也站了給大家看 好了 然後呢 他的手呢 這個位置呢 他就都 都可以做少少少 向下咬到 令到他握隻矛 可以 可以叫做自然點 這樣的動作 對啦 OK 那 哥這個dboy 他的可動大概就這樣 那 他呢 地台呢 另外一個比較 算是不滿 地台呢 小朋友呢 其實就有一些可以插著 比較穩陣 其實都是穩陣少少的 就是一些洞洞 但是呢 阿哥就沒有的 那他就 只是靠夾著而已 還有呢 他夾著也不要緊要 這顆東西只是組裝 沒有雙螺絲的 這兩個夾夾 那又變了 有時他長久了 我覺得 不是很穩陣 那還有呢 證明我之前真的是第一次玩千值練成品 我後來查回呢 這種地台才是最正宗他們用的地台 就是什麼呢 下面一個底層 上次R1 他就好像只有下面那一塊 但是大塊一點 就沒有了上面這一塊透明件 那這次呢 原來這些才是Liobotor 就是這個R字頭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呢 多數都是會跟到一塊這樣的透明件 就算不是透明件 他都會跟另外一種 可能那隻東西的特別主題的設計 就是一些地台的Cover 那這次這個是普通透明件都好 整件事是不是漂亮很多 那所以我覺得這次這件呢 就真的像一件高級一點的完成品 那我就覺得很滿意的 這次就是地台這一個 有一個透明件很滿意 這隻就是我第二隻和大家開的Liobotor 這個至少千值年 日後我因為上了印的關口 我已經訂了幾隻了 那一路我都會開千值年的東西 之後 因為我都想將它們放在一起 和我的Modoro 那些都很多是同千值年好夾的東西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我為什麼今次買 會決定了買宇宙騎士 這兩隻東西呢 以及之後的Blast Hub Tekaman Blade 之前我經常都砌Modoro 其實他們是搞了一個投票的 就說大家想出些什麼呢 那呢 先講海外 海外的投票就沒有他們的 我是眼鏡都下跌了下來 下巴跌到地上 誰知道我看上日本 國內的投票 都沒有他們的 說的是20名內 它公佈是20名還是30名 應該是20的 我記得是 幾十名裡面都沒有他們的 海外日本都沒有 嘩 我的眼睛真是凸到 下巴跌到地底十八層 說真的 我未去到最高人氣都好 我沒有想到 他們連放20名還是30名都不入 我完全理解不到 因為它還要是千值年有出的款 最主要是 其實現在因為很多千值年 會出Figure的款 都不是每隻 當然 但是很多 已經有好幾個例子 接下來會有一隻真三一 我也想不到 今年內會趕得及出 我也很驚喜 非常期待要組裝 這樣 這個Modler的真三一 都是千值年 照搬過去的 外形 我是很驚喜的 當初它公佈的時候 因為我都很喜歡 它的帝王萬能俠 中間也有一隻 之前有一隻 不知道以前那些 舊遊戲 格鬥的機械型 這樣的作品 也是千值年搬過來的 然後有一隻 就是沒有出過Figure這邊的斑溝 Night and Magic的斑溝 也是直接跟ModelWay合作 出了模型 所以我一直都很期待 宇宙騎士會出模型版 就是千值年外形的ModelWay模型版 甚至乎 它們自己都有一條 模型線 只是出了天原突破 暫時 不管什麼形式 我都想組裝 我自己都比較喜歡組裝 那沒辦法 投票也不進去 我真的有時間等 所以先買了 這個又有一點點提外話 好了 再看看弟弟 今次這隻我什麼武器都沒有開 待會比較的時候 我才直接開武器 因為我武器那裡 我免得花那麼多時間去review 因為今次一次講那麼多隻 首先也是頭 咬一下頭 然後 動一下肩膀 嘩 因為它是拆出來 可以當作武器 我先拆出來 看一看 手的可動 我相信這邊頂住了 就沒有畫得那麼高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因為剛剛肩膀頂一點 好 那隻手 因為它這塊是極頂 所以就 不關它的關節事 最多來到這樣 那條腰 咬拉底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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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咬拉底毛 就沒得動了 基本上沒得動 是那塊件的 鬆脫 這樣的動動 那 腰 腰 跟剛才的刺激 差不多 向上也是 差不多 這次就不用遮臭 然後腳 前踢 摺 膝 嘩 這個連動 精彩一點 這次的連動 弟弟的連動 精彩一點 向下屈 這裡 差不多了 不過 這隻腳 尖不甩 大家小心點 玩 很容易弄崩 我覺得 這隻腳 尖得很厲害 摸到刺手 所以 這隻 比起 blade 更小心 玩 小朋友 外形 一看 就知道 三尖八角 有很多 尖不甩的東西 突出 所以 肯定容易弄崩 這隻 比起 blade 我相信 大有人在 比起它更危險的作品 例如之前的勇者王 GENESIC膠外架 腳趾也很危險 我沒有買到 我其實有些想買 不過 還沒寫得 哎呀 這個不知如何裝上去 待會再研究 好了 看一看 不是直接看配件 我給大家看一看 盒背 剛才 肩膀拆出來 就可以這樣駕駛 另外 它的毛 我待會駕駛給大家看 其實一個比較 特殊的駕駛 它可以變成 十字封車型 這就是弟弟的 駕駛的 一個特別的方式 我待會 擺出來的時候 就會拿一拿 給大家看一看 但弟弟的外型 其實就 真的比想像中霸氣 說真的 因為其實弟弟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他出產品 尤其是他出到 這次的肌肉那麼強 有時候我會覺得 他的東西太突開 反而有時候 比例很難做得漂亮 但我覺得他這次的表現做得不錯 他未公佈之後的 Blaster版 但我也有多少期待 因為Blaster版 我經常覺得 立體了的物體 這麼久以來 好像只有雲spect 還是Armor Plus 只出過一次 我其實覺得 那個外型 是一般般的 就是我的印象中 所以我就很期待 千夕年不知道 會怎樣演繹這件作品 即是他Blaster版之後 簡單的評論就做到這裡 這樣呢 我現在就開始 就把他們排出來 我今次有幾多個版本 比較一下 哪一個有什麼好處 壞處 千夕年在群群 這麼多的宇宙騎士產品裡面 究竟他的定位 是去到哪裏呢 我自己又最喜歡哪一隻呢 我現在跟大家看看 嘩 你看到畫面 高興 多東西到 有些簡單的 可能真的少少大 就算了 嘩 我都事不宜遲 首先從最簡單的說起 這一個 就是剛才剛才最簡單 最便宜的 HERO ACTION FIGURE MINI 它 不斷移動 給大家看 當然 應該真的百多元而已 它 所有東西都極度基本 即可動 超級基本 你看到它沒有了耳朵 為什麼呢 哎呀 飛走了 它的耳朵 其實它是要砌的 當然好像剛才千夕年一樣砌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裝呢 因為它還要剪出來 我免得 因為始終不是我的東西 所以我就不要剪它出來 給大家看看 它有多簡單 其實你玩下去什麼 就有點像現在我們玩開吃玩 整個感覺很吃玩 連肩甲也只是頂一頂 所以你說完全不比較 這個就是老闆的收藏 它就拿出來給大家欣賞一下 其實原來還有這麼便宜 叫做這麼基本的入門級的產品 就讓大家知道 只有G字 好 那下一個 其實下一個 我就想說了這個 Pegas 加這個 這個版本 應該說 有Pegas 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 就不會不斷變形 給大家看 基本上 剛才它入盒的時候 就摺了腳 變成飛機的腳 基本上都是打開一點點東西 收起頭 之類 就變成飛機 但是 它真的不需要複雜 它只是這樣 整塊木 就已經很感動了 說真的 你最後都是想讓Blade 只是在上面 所以它不需要出得很複雜 其實這樣已經很漂亮了 我覺得如果你說 這麼多版本 不計千席鏈 我私心 立即去推薦一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版本 值得收藏 說真的 現在千席鏈 這麼久都未說出Pegas 其實我覺得 可能性都算比較低 還有這隻 它雲石裡面的這隻Blade 你看起來好像很簡陋 像全膠一樣 構造也好像不複雜 也好像不太高級 但其實它的外型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 跟剛才最便宜的比較 這隻明顯是漂亮的 甚至乎跟Figma這個版本比較 雖然感覺比較鈍 但如果你當它 因為其實 說真的 這整個版本連Pegas 都是約9000左右 1000塊 可能都不用 其實 你這麼多東西 加上整個Pegas 來計算 這個我覺得 作為一個 叫做現在的價格 叫做中低階的價錢 其實我覺得這抽 都頗值得玩的 好了 就是這樣 不特地看可動 沒什麼意思 因為它完全不需要跟千值連直接比較 在這方面 好了 之後就到這個Figma 這個Figma 這個系列 的宇宙騎士 其實它當年推出的時候 我覺得外型是挺型的 甚至乎覺得這個就是完全版 我們所謂的 這個就是最貼近 心目中理想外型的樣子 就算現在看看 其實依然是型的 說真的 兩隻的外型 其實 你問我現在最貼近千值連版 就是這兩隻 但是當然 一拿上手 隔了這麼多年 你一看到質感 你跟千值連那隻 當然是有多少出入的 說真的 但以那時來說 這隻Figma版 我是沒有變黃 你見到台上也有點黃 但這隻是沒有變黃的 所以 其實你看得出它 是 Coding是做得足的 其實你認真看 這裏可能因為我這裏 光線問題 你未必好看到它是有些珍珠色 但其實它事實上 是有些珍珠色的Coding在上面 全部都是有些塗料在上面的 就不是 就不是膠料外露的 如果膠料外露 變黃的機率就會很高 但是 這個它只不過是 塗裝外露 變黃機率就比較低 變色機率是有可能的 但直接變黃 通常膠料外露就會比較容易變黃 好了 又拿開了 剛才有一隻 就沒有在開場白 除了Figma Figma 我剛才忘記了拿出來 那 有一隻 比較 剛才在開場白 沒有提及過的 就是這個 魚 不是 魚毛道刺馬筋 這個骨貓工業 的 真的 模型版 所以我剛才截了自己的版本 其實它不是沒有出過模型版 其實是有的 只不過它不是 真的 大不大陸廠 我就不算很歧視 真的 我不會說 什麼大陸廠出品 就不可以 我是沒有這樣的眼鏡 真的 我是歧視翻版的 我講到明了 如果直接翻版 我覺得是 非常不尊重原作者 其實 有時候會有些人找到 什麼翻版便宜很多 又漂亮多的 其實我覺得你 真的要騙自己 有多少個真的可以比原版更漂亮 加兩條黑線的不是叫做原創 說真的 翻版為什麼做得到這麼便宜呢? 因為它沒有後面的製作成本 我製作動畫是不是成本 人家製作完動畫的成本 當然是轉價到版權 收回人家產品版權費 那裏上面 那你別人 你不是出 那製作出成本 最後價錢不只是跟出來的產品質素去做成本的全部 你不是比較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那些人說什麼翻版 便宜就便宜過正版 又比正版更漂亮 這些是很膚淺 還有我是鄙視這個說法的 我直接跟大家這樣說 這個題外話 但是這隻呢 我沒有歧視 因為它是拿足版權去出 所以價錢也不便宜 現在你在街上找到應該四五百元 但是它其實 外形呢 它就魔改了 我自己就不算特別喜歡魔改得太厲害 因為它本身不是機械人 其實它實際上是一個生化改造人 就不是真的機械人 那這個樣子是太機械人了 但是如果以一個機械人角度去看 其實骨貓工業這隻我都覺得漂亮 只不過呢 它有一個非常大的致命傷 就是它太大隻 說真的 我覺得這次遷积年那隻都相對大隻 但是這隻就真的太大隻 這隻根本呢 你的尺寸已經是去到 你砌高達是MG的尺寸 甚至乎差不多是去到NEW高達那麼高的了 大家看開我近期這兩年的片 都不覺不覺陪了大家都年多兩年 大家陪了我 對 就多謝大家了 但是呢 你看到我越來越多是玩一比一四四的高達 對啦 還有呢 跟HG差不多高的產品 所以就MODELWAY是很合我心意啦 那所以呢 這一隻對於我來說最大的弱點 並不是它的外形 而是真的它的尺寸 如果這個尺寸 它出回小給我呢 其實我是喜歡的 這個我會更喜歡 但是其實我絕對不討厭這個設計的 但是就稍微把它機械化了一點點啦 對啦 這個就稍微是一小小它的弱點啦 好了 去到最後呢 為什麼把它放到最後呢 因為這個就是尊重借出這麼多產品給我的資源老闆 他自己是私心推介的 這隻也是大陸拿出版權去推出的合金版 它真的很重 真的很多合金 它所有東西拆出來都是 不是只有一個框架是合金的 當然它不會100%合金啦 我相信 但是它都叫做是非常足料的啦 但是呢 我現在玩上手大家可能都感覺到啦 這隻是新開的啊 它沒有玩過的啊 我第一次做的啊 我真的代替了它開箱的 其實這個 大家記得 就是叫做 給回到資源老闆 那它呢 未開 即是未開呢 其實它的關節 這個關節已經不算特別緊了 這個此其一啦 那另外呢 它的外形呢 也都明顯呢 是比起千值年這個版本呢 其實是更加去 模仿它TV版那時候的外形的 所以呢 你會見到它 其實它這個樣子 才是大家最熟悉它的樣子來的 就不是 反而你千值年那個是它加了很多 那這個也是千值年值錢的地方啦 加了它自己的設計啦 那它 這個就是完全沒有魔改的版本來的啦 那我 打開那個玻璃的卡給大家看 對啦 這一塊就相對的感覺輕一些啦 那它就不是合金啦 那所以它其實這隻 其實我覺得都 如果你是 即它的粉絲你又不介意它 這個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它大隻 那如果你不介意它大隻 其實這隻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但是它呢 明顯這隻手的摺曲 就真的差一點啦 因為它可能合金呢 它可能就很多關節 不是用膠制 是用合金制 那它太多小的零件的話 它可能製作上會有點麻煩 所以我想它的關節 都是偏向簡單的設計 多些 你看到這些了 它的細節上 就明顯沒有千值年做得那麼豐富 它這隻的偏向整隻東西的設計 你也看到是簡約少少少的 但是這隻東西呢 我用簡單的評測來計 是屁股屁股屁股 好了 講完它最大的賣點 它最大的賣點 其實不只是它現在合不合金 而是呢 它是做了整個戰選PASS 出來的 好了 打開吧 還有它這隻有得著燈的 但是我就免得裝電芯 老實 也都因為這隻東西不是我的關係 好了 給大家看一看 它呢 其實是有了整個戰選PASS 包括連面罩都有的 它的塗裝精度其實是非常之好的 說真的 簡直是有那種代工模型產品的程度的感覺 它的戰選PASS 絕對不是隨便的 所以呢 我會覺得這隻東西的味道 是真的有別於千直連的版本 即是比較上是如果我去選擇 我不買千直連的版本 我又想找回同等級的來計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它戰選了那個樣子就是 裝完就類似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它這個呢 武器呢 也是做了金屬塗裝的 做了金屬式的塗裝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隻呢 其實在一個塗裝上 真的 其實都能夠跟千直連的相比 因為這次千直連的這隻呢 其中一個我覺得都 都真是 刺激的 就是塗裝都做得很足 我相信一直以來千直連的產品都是這樣的 我唯一是聽過 即是多數都是一些關節上 我自己這些 譬如給錯件這些情況 但它們其實是有保養的 所以你買完回去快點檢查一次 其實是 都補救到的 這些問題應該到 這一個合金 這一個呢 說真的 我自己的選擇來算 它是太大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想 即是你是對 重量這件事很有追求 其實這次這麼雲雲重多來說 它一定是你首選 說真的 因為它真的很重 很聚首 所有東西都是很聚首的 我自己是比較 不是特別注重這件事 對於我來說 合金是 比較難玩得懶的原因 所以想要的 其實我對膠是沒什麼抗拒的 當然它有多少合金的細節 或者一些關節在裡面 令整件事聚首少少 其實我覺得都是開心的 那件事聚首的事情是開心的 但是太過重 也不是特別方便 說真的 這就是我相信 不同人有不同的體會了 好了 這次就真的 全部都開了一次給大家看 好高興 高興的時間 過得特別快 又是時候說拜拜 這次一次開這麼多隻 未必可以每隻隻 好像很詳細地做評測 但就叫做分享玩具的方式 開箱下高興下 大家 最高興當然是我 一夜開這麼多隻 雖然收拾就比較麻煩 不過 重新一次去驗證 其實 在我剛才一開始也有說 想看一看 千值年 在雲雲眾多 版本裡面的定位 我覺得 其實 說真的 只是私心推介 不是代表所有人的喜好 都像我這個標準 我自己也是最喜歡千值年版本 即是今時今日 當然你不可以去比較 那隻東西是很多年前出的 例如Figma這個 我當然知道 所以Figma當然是出得好 但問題是 我今時今日去 才決定去買一隻的話 一定會買千值年這兩隻 一來它之後會出為Blaster版 很爽快地去做一些後續的生產品 主要其實我一定是Buy 是因為外形 因為你看到我剛才很多隻 扭動上 就算是之後合金那隻也好 我扭動你見我是不順暢的 其實我有些可能沒有全部用口說出來 譬如Figma這些已經鬆拋拋 就算它不是鬆拋拋 Figma 我以前玩都不是扭得很順手 其實我是千值年一拿上手 這次是真的扭動很漂亮的 很容易扭動的 是個弟弟 因為他的夾帶 稍為有點難 有些位置會容易頂 尤其是開這個手 開這架風車 風車型的這枝 因為手型的關係 就有很多位置會頂住 就是比較難裝 如果以其他本體的扭動來說 最順暢是千值年 玩下去是舒服 外形也很漂亮 整個包裝我非常滿意 就是這樣 下面留言 這次可以多些有玩過隨便一個版本的人會有話題 你們又喜歡哪一個版本呢 可以大家在下面討論 這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聽我長氣地分享玩具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他的影片 在下面熱烈討論 按鈴鐺 收睇之後的新影片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 拜拜 日本授權 本土設計 台灣製造 千進行高達UC聯成T系列 現實發送 再見囉